静于整看太阳球迷赛后说 比尔沃格尔啥也不是只会拖累兰特 尤其沃格尔赶紧开除 放那做条狗都能多用两场 这是这俩人的错吗 沃格尔和比尔啊 比尔没毛病啊 那是你点的将啊 人家那是在你主动操盘之下 人家才得以加盟胎啊 人家也尽了自己权利了 之前那会养伤 养伤不正常吗 那你赛长那会加盟胎 你养伤养多久啊 当时你不歇挺美吗 比尔同样如此 况且今年他也没协几场 开赛之后你看 打个五六场鬼 比尔不就是火线归队了 也没协多久啊 所以没什么可止折的 比尔打这两场呢 上一场比赛球队赢了吧 球队赢了那你说比尔能欠你的吗 球队赢的是最终追求的 最终今年这场比赛球队败了 败了比尔也不是球队老大呀 而且在场上打的 你真说比尔这场比赛值得你多调调检检吗 差不多15次出手 拿22分 其他方面也有各种表现 在场上呢 防守也没怎么太大量漏人呢 进攻的那块呢 还压销打了几个关键球 这表现还不好啊 那你还要啥呢 所以你要说比尔的毛病 比尔有啥毛病啊 我感觉起码前两场比赛 第一场赢了比尔没毛病吧 第二场比赛数了 比尔有毛病吗 他不就是把自己该干的活干了吗 也没啥毛病啊 之前写 那你要说之前写比尔有毛病 那杜兰特整个之前他全是毛病 包括他加盟太阳之后 那你总体判算的话 最近杜兰特加盟太阳 这差不多两年左右 那么年年他都是最大拖累嘛 上次一季就你斜的我呀 所以你看怎么讲 不要回旋表啊 同时也不要双表 你要说歇是毛病 那杜兰特毛病最大 你要说歇不是毛病 那比尔没毛病啊 如果歇这事不是毛病的话 打这两场一胜一负啊 说这场人家数据还好呢 没任何毛病 莫格尔冠军教徒还有毛病啊 那你要谁啊 那之前史上王大使 球员时期是个传奇 小球时代的开启人 人家又搭配的是谁 那个德安东尼 这可以说豪华教练班底吧 你还不满意 之前蒙蒂威兰姆斯的联系当中 也属于是一代名帅 再长这会儿就跟随和雷宝罗 常伟赛经常高跟蒙蒂 也是联系当中的最佳主教练 被你连跑了 你不满意 现在连跑了之后 换了一个冠军主帅 你又不满意啊 那你满意谁呢 你没有满意的了 所以你说这沃格尔还不让满意啊 开赛之处 沃格尔已经倾尽全力了 整个球队防守调教的 我感觉 沃格尔啊 总体还可以 你看那球队战绩 在伤兵满营情况之下 打的也还行嘛 这就可以了 就说在场上 这个战术粉配啊 没办法 不然那在任何球队 都是利物人的 就这一个套路 就这么打 那反正球队 也没什么进攻短 这块可更多 琢磨的 教练也是无能为力 我无论说再怎么 战术安排有啥用呢 场上还是杜兰特利贵 你万变不离其种 来任何一个阻链 杜兰特的比赛 仍然是这种风格 没有任何本质改变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不客战的比赛